香港商业电台烟封节目主持人李慧玲被封蔓事件 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 多个政党团体抗议商台自我阉割 意图肃清批判声音要求商台交代事件 一批亲民主同盟所保卫香港自由联盟成员 暴力前往商业电台示威 抗议商台解雇节目主持人李慧玲 他们担忧再次重演风靡事件 严重打击原论和新闻自由 邱草山在关联场主持原因 十年前我们来到这里捍卫正经汉黄旭文和李鹏飞的言论自由 但我们没有想过十年后要站在这里 去捍卫李慧玲的言论自由 如果十年前是倒退 今天是更加倒退 我们希望更加多的市民去留意这件事 今次解雇李慧玲不是单一事件 而是对整个香港的新闻自由 传媒自由的一种阉割 另外23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 批评商台屈服政治压力解雇李慧玲 要求商台向公众交代事件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有关键投资人带人有点没发表 有关键 集团 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